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30日 今天新华社报道了李克强的消息 李克强在北京以视频的形式参加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是第二届全球绿色目标伙伴2030峰会 李克强发表了讲话 李克强在讲话的时候没有讲稿 完全是寄习寄信发挥 还借助于首饰 各位感觉李克强今天好像心情超好 那肯定高兴 因为现在整个国居西是发生了这个变化了 这个变化对习近平来讲是困局 也是死局 也是李克强的一个机会 一个李克强在中共党内 可以这样讲 现在应该讲威望了 就是比这个习近平是高多了 习近平搞着反腐败选择性的打击阵敌 得罪了各个派系的人物 李克强这一点没有 另外呢李克强本身连接 没有腐败的问题被习近平刷入八点 习近平没有办法 此外就是在新型冠状病毒治理这个问题上 李克强是 那是还是给外界的印象非常勇敢 这个孙春兰是具体操作 但是这一班子还是国务院系统 所以对习近平李克强非常有利 习近平之所以见到谭德塞自己主动讲 我亲自指挥亲自领导 那就是因为感受到了李克强的威胁了 习近平胆小把这个小组长推给这个李克强了 李克强领导下给他治理了 你想对习近平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微信上的损伤了 所以到现在位置越来越显示出 李克强的后劲很足 所以说此外还有很多的党内一些大佬们 包括退休的这些官员 原佬们不希望和美国闹饭 因为他们的孩子的钱都藏在美国 房子都买在美国 肯定他们也是在暗中住着李克强一把 所以为什么习近平最近躁动不安 其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那么这一次李克强出来参加这次会议 这个会议是中共什么呢 应该讲唯一的和国际社会能够对接的 还能有的共同语言的方面 也就是什么呢 天气啊 就像平常素不像是人坐在一起 很尴尬 谈谈天 人家刚和你认识不可能交信 对不对 只能谈天 就这个意思一样 现在中共就在所有的领域 外交领域啊 没有和国际社会对接的任何渠道了 谈什么吧 首先病毒是饶不开 对不对 只能谈谈什么 碳中和碳达峰这事了 前一次美国在科里访问 见了谢振华 这个习近平也是想方设法 让谢振华回来 不顾年龄的限制 威也保留这么个小空间 但是据说谈的也不是太理想 那么这一次李克强在讲话当中 就根据媒体的报道 讲的一共是四点 三点建议 一个是团结协作 共同打赢全球抗击 抗议这个阻击战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回避了 就是关于来源问题 美国肯定要问这个 就是90天以后 如果他确定是无意泄露的 他就会搞冷战 长期冷战 冷战将使中国经济崩盘 你想吧 这个一冷战之后都给你断了 脱钩了 你想想 怎么去自己发展 怎么内循环吧 很简单 人都打开眼界了 企业已经走向世界 再回去 自己玩 搞计划境界 听习近平的指示 这里生产什么 那里卖什么东西 都习近平说了算 你说那时候有什么国家 根本是人民群众无法接受的 是吧 死局 是一滩死水 所以说他讲的团结协作 这个事 反正也是有针对性的 第二是转变思路 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这个都是老调从谈了 没什么心意 第三 照顾发展中国家特殊困难 有些国家 他的技术资金能力都很差 他想 搞这个高科技绿色发展 他没有条件 你必须承认 是吧 这也是个问题 所以李克强强调 绿色决定了未来发展的橙色 说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携手推动绿色复苏 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是唯一的和外界能够达成共识的 算是一个方面了 所以李克强今天应该讲 他是讲话的时候比较放松 你看他整个这个 我看到这个视频节目 李克强在讲话的时候 桌子上一张纸都没有 你和以前那些其他官员不一样 因为李克强的确是 在中共这个角色中当中 李克强还是有点水平的 毕竟干过两任 风江大利 你像河南干了七年 是吧 辽宁也干过了 在这之前 也是在这个共青团系统 一直是做这个 就青年的 思想政治工作 当然李克强也是 满脑的极左思想 也一党之争 但他毕竟比习近平要强多了 因为最起码他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以后 高考上来的 凭本事上来的 不是靠八级 基层的党组织 像工程兵学院的 基层党织推荐 不就八级上级 八级好的上来的吗 六许派马上来 人是自己实在在 读书 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考上大学 然后到了大学 又真正认真学习 接触西方的很多的 这些这个思想成果 就本人这一点就有体验了 我是1978年 考上的嘛 77年我考大学 没考上 名落身散了 这个 我都有体会啊 如果我不上大学 就是在 一直混下来 就是文毛 你想根本没学习 十岁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十年 你想想吧 根本没有机会学习 都可以到了大学 到那个辽宁大学图书馆里边 每天读书啊 那时候我都疯了 就每天读书啊 就班里什么集体活动 我不参加 所以我们班的同学 对我还有一件 体育课我也不参加 我就整天像书丛一样 为什么 我着急 一看这个 《浩如烟海》的著作啊 一看自己过去 以前就是傻子 什么都不知道 错别字连片 是不是 所以说 我很能理解 就是 这个李克强 和习近平的区别 我是非常的理解的 他完全是不同的 习近平唯一的好处 就在这个 清华这四年 他恰恰准备学习 点东西的时候 他爸又平乏了 从地下 又到天上去了 整天可能就是 迎送往来了 就完蛋了 基本上就 就废了 在官僚场上 混 开始混 一直混到最后 混到今天这个地步 那肯定了 思想认识不上去 什么是正确 什么是错误 都看不明白 你就不用讲别 对吧 中美贸易战 这么大一个事 你想 你怎么能用刘鹤 你肯定要用李克强 至少用汪洋去处理 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事 他全世界两个 这个经济实体 最大经济实体 中国算是后起自秀 你想一想吧 中美关系四个多吗 这个重要的关系 当年如果有 美国如果不是 帮助中国 前苏联就准备 用核武 灭了中国了 对不对 为什么要 要毛泽东 那么思想 那么封闭 忽然间 就是和美国 搞好关系了 你可见 毛泽东 还是很有水平的 就十时务意俊杰 你看现在 习近平手上的道路 和美国 要火车对撞 要15年统治美国 你说他是脑袋 是不是 王国大革命 受刺激 到现在 没解决问题 是吧 李克强 也看出他这个事了 就没有办法批评他 李克强心想 讲别的 讲不了了 是吧 他手里掌握 抓人的权力 动不动 抓 抓不了李克强 抓李克明 李克强心疼 没有办法 所以李克强心想 我只有谈什么 谈绿色吧 谈达峰 谈总科 所以参加这次 就所谓的 这个叫 伙伴2030峰会 叫第二届全球绿色目标伙伴的会议 你看这么多人出席 也是这个李克强今天 最放松的一个会议 不用 基本上不用讲假话 只不过是 这个开会的头两句 还要送上习近平 说是习近平宣布 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 实行太大分 但是心想 就是听你习近平 给国家搞成这个样子 虽然不敢说你 因为心里该多苦 那么这次会议呢 说是60多国家和组织 领导人出席 仍然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活动 最起码 这个可以讲讲真话 缓和缓和中国和其他国家 之间的关系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